现在有很多的人注重养生,希望通过食疗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自己活得更健康,更长寿。 事实也表明,只要在生活当中,有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不过如果有想长寿的话,也可以按摩下面文章当中提到的这几个学位。 一,太息学,在理论中认为圣经的元学就是,太息学,这个学位的位置是圣经元气集聚的地方,因此,自古就有人利用按摩太息学,来达到护肾养胜的目的。 太息学的位置在脚踝内侧的后人道线处的部位,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捏到脚后跟的小坑位置,这便是太息学所在部位。 在进行按摩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里没有任何的酸痛感觉,对此现象,就更需要我们经常按摩这处了。 因为这说明身体内的气血,已经处于一个不通常的状态。 所以我们需要对此学位多多按摩,柔到有轻微酸痛的感觉为止,才能更好地把气血引到脚底的位置。 而在脚底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养生学位,勇圈学。 这还能起到辅助按摩学位的作用,利于圣经通畅。 但是在进行太息学按摩的时候,还需要讲究一些方法。 每次按摩的时间保持在三分钟左右,可用手指的指腹进行揉烟,或者借助一些外部的力量,可结合按摩棒一同进行。 并且在十九点左右的时间段,是进行按摩的最佳时间。 因此,经常对太息学进行按摩,能很好地起当护肾养生的工作。 对于一些体弱或是寒性体质的人群而言,更需要经常按一按,能很好地促进身体内的阳气,输送到全身的各个部位。 滋润养生,二百会学,百会学恰巧就是位于头部顶端最关键的位置,是疏通全身济血最主要的穴位。 所以,经常进行百会学的按摩,能很好地起到调节气血和滋养身心的效果。 对于一些有失眠困扰的人,经常按摩百会学,便能很好地起到缓解脑部神经的效果,促使快速进入睡眠状态, 失眠的直接后果便是睡眠不足,从而导致容颜出现快速衰老的主要因素,特别是美丽的致命杀手。 因此,经常对百会学进行按摩,能很好地起到清新醒脑的目的,同时还能起到有助失眠的作用,有效抵抗衰老。 在进行百会学按摩的时候,可以用手掌以顺时针和逆时针结合的方式进行按摩或是用空手掌进行轻轻的口气百会学,每次十五下便可。 这种方法能很好地疏通头部的经脉,对于促进头部继续的循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能保持心情的愉悦,是缓解压力的有效方式。 三,泰白学,在脚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养生学位,泰白学,这个学位是皮筋的初始位置,经常对此学位进行按压便能轻松起到GP补习的效果,比博瑶的效果还要强上十倍。 泰白学在中部内侧,第一个植骨小头,的后下方高线处位置,在进行寻找学位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仰卧或是正做的方式来进行。 在进行泰西学按摩的时候,用手指指腹轻轻按压,不要用力过重,等到学位处有酸痛的感觉便可以了,每天按摩三次左右,每次按摩三分钟便可以,只要坚持按摩泰西学一定能很好地起到补迪致病的神奇效果。 对于生活中一些脾气暴躁的人,纵暧昧时的发点脾气,尤其对于而言,经常发脾气的危害更是很严重的,因为经常发脾气会伤肝和脾,如果脾脏出现不健康的状态,便会间接影响女性的经济状况。 并且对于一些有便秘困扰的人,经常对泰白学进行按摩,也是一种很好的缓解调理的方法,因为便秘是导致人体各种疾病产生的罪魁祸首。 只要及时地将人体内的宿便排出,才能保持人体内健康的内环境,有利于其他器官的健康运行。 所以说,进行泰白学的按摩,是进行养生的重中之重。 大家不妨看着街上,在自己身上找找这几个穴位,晚上洗完澡躺床上,就可以按摩这几个穴位了。 而且按摩后全身都能得到放松,让身体迅速进入睡眠状态。 按摩穴位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养生方式,大家可以多试一下。 上面文章为大家介绍了几个穴位,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找准这几个穴位,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进行按摩,可以让我们的精神得到放松,能够迅速地进入梦乡。 难道水眠质量好了,身体得到足够的休息,各个器官的机能就会协调。 那么健康长寿离我们就不会遥远。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